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从前有个放羊的孩子 他每天都把羊赶到山上去吃草 到了班晚 就把羊群赶回来 一天两天就这样过着 既发味又单调的生活 他觉得很没意识 于是就想去找点乐趣 有一天 他从山上跑下来 故意装作慌慌张张的样子 一边跑一边喊 狼来了狼来了 大家赶快来救我的小羊吧 这时村民们正在田里干活 听见喊声后连忙拿起手中的锄头 冲到山坡上 放羊的孩子看到村民都上当 就哈哈大笑起来说 你们都上当了 根本没有大野兰 我是喊着玩的 看你们急的 哈哈哈哈真好玩 村民们气得都说不出话来 转身就走 第二天 邦阳的孩子又从山上跑了下来 大声喊着说 狼来了狼来了 这次是真的不骗你们 大家赶快来救我 村民们还是相信了他的话 拿起锄头冲到山坡上一看 羊儿悠闲地吃着草 连个狼的影子都没看到 而放羊的孩子正在地上笑得直打滚 大家知道又被这孩子骗了 村民们生气地说 以后再也不相信这个孩子说的话 这样子又过了几天 放羊的孩子和以前一样 把羊赶到山坡上 这时候从石头后面 真的窜出一只大野狼 血喷大口 瞪着血红的眼睛冲了过来 可把放羊的孩子吓坏了 他连滚带爬地跑到村子里大声喊 狼来了狼来了 大野狼要吃我的羊 请你们快点来帮我吧 放羊的孩子急得大声地哭了起来 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 村民们听到喊声 毫不在意地说 你还想骗我们啊 别装可怜了 这回我们是不会再相信你了 黄羊的孩子后悔极了 谁让他说谎骗大家呢 等到他回到山上 羊群早就被大野狼咬死 今天的圣经弥加书三章四节说 有一天你们要呼求上主 但是他不回答你们 他不听你们的祷告 因为你们做了邪恶的事 亲爱的朋友 俗语说 作茧致富 祈求上帝帮助我们 不要做错事情不知悔改 让自己走向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